南岛官依照中央风雨规范 开放餐厅店店里用餐 对这几个月很辛苦经营业价来说是好消息 不过超顿顶 稍微做餐厅业价要过来苹果 想要丹台已经更稳定了 再考虑 而且建议中央应该优先 开放餐厅业价业主义表 毕竟营接受的是不够脆暗的客户 以免造成风雨破口 沉淀的厨房内中 中泡山的风港合作 不可以将豆子还有香菇吃的食材 汤过来说烤过后 放一片冰锅的果汁内 不可以来料理到野生海鲜 为了让人可以吃到最新鲜的食材 够着原本感的开放碟店来吃 面对野生的应用 只好改造来撒风雨本冬 原本以为剩两层也不会差很多 因为想说我们其他费用会降低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降低 除了食材成本降低以外 全部东西一律都是必须要支出的 所以那是完完全全 如果我们只做外带餐盒的话 每一家店都一定要赔钱 为了说检查到风雨 在这里又要接到另外四景点 以得来的数据风雪 后面就不用路车直接买到走 虽然效果不错 但是也经营到很辛苦 支撑不了大概只能支撑到一两层的营业额 那因为又适逢雨季 那菜价非常的昂贵 其实这个便当这个餐盒 每卖一颗其实就是赔一颗的方向 在夜间的冲击之下 超顿地区很多餐厅 都对着近平台的困难 虽然说宣布将来开放这些店来这 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夹才表示 要是有这么多赞民爱来扣路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用餐 有规定不能共食不能合菜 所以对我们这种一开始 讲究这些菜色的餐厅来讲 确实会有点辛苦 在于说如果开放内用 采梅花座或者是说隔板的方向 其实隔板它并没有办法完全阻绝掉病毒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是否考虑内用的最大原因 接触客人是没有戴口罩的 第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餐饮的从事业者 还有服务人员应该具有在造册里面 具有优先施打疫苗的这个权利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很容易 成为那个防疫的破口 还是有点紧张 我觉得还是把东西带回家使用 比较安全这样子 还是要观望一下 对再观察一下 毕竟如果大家都跑出来 其实就会比较可怕 业者也表示 蔡英来开放在这个店里 大家都要是的烦恼 希望政府可以帮好 逢好完成的营营措施 协助到营营业者大贵南冠 既这女性差不多 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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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动